剛好容納兩次的建築 就是一個面向 然後運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麼我剛說的是說 這是它的城市建築 那麼我剛接下來拍的這一張 就是這條大街 這條大街就是怎麼樣的形勢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叫黃宮 那這個是它的 downtown 那麼黃宮裡面 有些面面變成叫做返虎博物館 繁古也曾經在這個地方 繁古就是荷蘭銀行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那個荷蘭銀行 不是每次都在捐贈給 國大臺北市很多的這個畫 就是繁古的畫 這樣子 那麼你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狹窄的道路形式 它是怎麼做的 這個當然它的很特別的 農曆的道具公式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是它的central station 然後呢 這個就是這一條街路 早在這個十五二十年前 它已經非常的 比如說在這個西歐裡面 大概就是它的bicycle的ridership 非常的高 它的這個自行車的ridership 非常的高 因為它的城市是prefer這樣子做 我這幾個例子來講 這個就是專屬的車道 然後這是train 汽車被壓縮到只有兩個線道 然後這是大幅的人行街 那麼這樣子構築的一個 寬度呢 你可以看 你可以算得出來 這樣的寬度不到是28年 這個街道 就算是最大 平常的街道小小 所以這個train嘛 就是所謂的這個輕軌的車 所以這是它的層次結構所產生的 因為它必須這麼做 它不太可能可以容量太多的車 所以它必須用輕軌 然後它必須用火力 它必須壓抑這個汽車 它必須把人形空間給放大 這是它一般的這個層次的結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是剛剛的皇宮嘛 這個皇宮裡面呢 這個上層部的話 當然整個都變成是國務館 上層的部 我的印象是叫做 反骨國務館在裡面 專門是長設性的 有反骨的這個畫展在裡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Lives in the City of Amsterdam 它特別的是說 各位一定也不過一些書 最近比較從中元2000年之後 比如說那個Richard Florida 寫了一系列的書 寫的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講的創意城市嘛 另外也就是Charles Stanley嘛 這個那個Richard Florida 不是講的一個叫做 他的書都會提到阿姆斯特達 因為阿姆斯特達 是讓他聯想的一件事情叫做 Pohi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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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himia就是所謂的 這個城市比較鬆散 Pohimia就是一種民族 就是浪漢不虛 所以呢這個城市 這一張圖就是所謂的 這個 這是法定可以允許的 紅燈戶 這是紅燈戶的地方 然後這是他的 每一個街的後面 然後這個騎車每個人 都是很經常性的 因為他道路結構是不允許太多的車 很好 那麼這是他 他在這個 NEMO 就是所有的這個 海事博物館 海洋博物館 在港口上活動 這是他是近期的這些 City Hall的發展 好 那麼我就說 第一個段落 我就先給各位一些印象 就是阿姆斯特達到底其實沒回事 他其實是在從現在推演 四個世紀以來 就是西歐非常重要的海運中心 然後也是在 因為他的東邊臨界的盧爾 所以他也可以說 這四百年來都是以工業跟港運起家 可是一直到了這個 二十世紀的這個 1950年之後就有了變化 第一個變化就是所謂的 1950年之後 陸特丹崛起 陸特丹崛起之後 就把他的海運功能慢慢取消掉 陸特丹慢慢的就從海運轉成空運 所以他激發了他這個國家 投資重大建設 所以成為全世界 你大概全世界比較起來 全世界的那種機場的這種摩登性 大概都是Skipper他是第一名 當然像是張宜也起來 就新加坡的Airport也起來 不過真的是每一次 這個機場的這個新的設計的流行 跟我們Skipper開始發生 好 那麼就是Skipper的一個 它有很多的特命 它也是所謂的合行的這個 Homesetting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Skipper每一年 都會被評價成為全世界前三年 就是非常friendly的Airport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知道Skipper 你大概他有一個 他不只是空間 不只是時尚 非常多的這個有品牌的這個新產品 大概如果你要行銷的時候 你大概你的首映會 或是都願意到那裡去辦 因為他就是整個歐盟的這個gateway 西邊的gateway 所以他經常 他可以跟法蘭克服拚 所以他以他的空運量來講 他是很厲害的 所以這個全世界的一些高頻 知名的一些product 大部分都願意在那裡 開始做一些手印 或做一些行銷等等 因為我舉個例子 全世界第一個城市 可以用Skipper作為例子的話 就是說你跟機場可不可以 大概是在二十多年前 他發展說可以在那邊洗澡 也是從這裡開始 你可以在那裡睡覺 也是從這裡開始 所以他經常發明一些新的事情 甚至他的管理也是經常發明 比如說各位到Skipper的話 就是不必緊張 因為你拿著行李 你可不可以前一天二十四小時 在我們台灣還不進步 我們不進步到說 你大概只能是提前兩小時 才能夠Check in 你在這裡不用 你大概是二十四小時 四十八小時之前 都可以Check in 通通可以Check in 他就把你處理了 因為你希望把行李丟在那裡 然後就開始去跑到那裡 Skipper可以 你可以提前四十八二十四小時 就把東西Check in 機票都拿著 那你就比較輕鬆 就拿著背包裝到處亂跑 我告訴你 在台北的中正機場是不可以 你只要把他Check in 他把你處理掉 所以他經常發明一些新的服務系統 所以他不只是空間 經常發明這個系統 那我剛剛講是說 另外我還沒講完 只是說 這個是經常 Michelle Florida 或者是在最近人台 他們讓這些作者想出一件事情 阿姆斯特在另一個特質是什麼 他在西歐裡面 比對於全西歐 是對移民的這種包容性高的 對移民的包容性高 而且他是本身的層次制度 或者是國家制度 允許所謂的Pokemium 就是說西大麻不會有罪 然後同性戀是合法可以結婚的 性交易是free的 所以就是很浪漫 很浪漫 說浪漫就是所謂的放浪不拘 這個就是變成他的競爭力 很多的人願意到那裡去 因為大部分如果我們自己 要裝扮成為是藝術家的話 就要自己覺得很像Pokemium 你就要自己覺得很放浪 放得開 這個城市剛好有commodate這些事情 所以這也是他的特質 好 那麼我們再講 1950年他的海運 全部的被陸特丹取代之後 那陸特丹的命運就跟高雄一樣 一直就從全世界 以前這個是一個叫做 兩個極端好的兄弟 就是高雄跑到哪裡 在陸特丹就是一直尾追在後裏 那現在這兩個城市都 都在這個新加坡崛起啊 上海崛起啊 大的這個航運崛起的時候 他們都被甩到八名以後 所以他們兩個是難兄難弟 杜特丹也這個下滑 但是這兩個城市的這個 後規量還是增加的 只是percentage增加的比較慢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因為他在1950年 逐步的被取代 所以他開始整個國家或者城市 轉型什麼 他用空港 也因為有了空港 所以各位已經知道 這叫做玉金加碼 所以Skibo他有一些新的發明 這個是屬於阿姆斯特丹城市 邊緣 大概是25分鐘的車程 甚至只有 你到了Skibo下來的時候 就有什麼高速的 高速的 不是高速鐵路 就是等於叫做捷運連接線 你也可以直接就搭得出來 很近 非常的近 那麼這是他在這個 多少的量 總共要多少 那麼你要去哪裡 這個場地在哪裡 等等等等 品牌在哪裡 所有的標準化都能作業 所以他非常的快 事故呢 不是說我買了還要再處理 沒有這些為神 你是buyer 你是個buyer 你去了 你就下單跟人家比 比價完的時候 公司告訴他我要送到哪裡 他就幫你整個送出去 所以他的價值是比晶片還貴 好